欢迎收看沙巴星洲日报 晨间新闻 先来关注今日头条 威特伦被传转投和谐党 沙巴万劳区州议员兼首长署助理部长拿督威特伦巴汉达 星期日才高调在亚比市中心与沙巴民兴党主席拿督斯里沙菲亦阿达见面 如今被传已加入社会民主和谐党KDM 社交媒体今日流传两章 威特伦巴汉达周三会见社会民主和谐党主席拿督彼得安东尼 即填写相信是该党的入党表格的照片 威特伦巴汉达至今都没有正面回应 他加入社会民主和谐党的传言 他的助理也指这一切需要询问威特伦本人 威特伦巴汉达表示 他很快会做出宣布 唯没有透露是否已加入该党 涉及兵南邦二十宗迫切案 警方捣破盗菲党逮捕三名嫌犯 警方捣毁专门破门刑切的盗菲党逮捕三名嫌犯 侦破二十宗在兵南邦一带的破门刑切案和偷窃案 兵南邦警区主任莫哈莫哈里斯指出 落网的三十二岁首脑与两名外籍同伙 都曾因为截火暴窃住家和吸毒被判监禁 但仍不知悔改 他说三人去年秒才出狱 今年一月又继续干案 十个月来干下二十宗破门刑切案 不分昼夜暴窃垫屋出租房 公寓 干榜屋等 他表示 到非党所涉及的二十宗案件 总损失额达到约十二万五千令吉 贝斯石油公司亏损六百七十三万令吉 非政府组织促请反贪会调查 非政府组织大马人民力量组织G57 今日针对民星党执政期间 生产贝斯品牌食用油的周冠营企业子公司 在两年内亏损于六百七十三万令吉一事 要求沙巴反贪会介入彻查 G57主席拿督朱卡奈因表示 明星党在2020年由时任首长拿督斯里沙菲 已推荐BASS品牌食用油 迄今该党依然对该品牌能为沙巴人带来益处 而沾沾自喜 甚至将之视为竞选宣传口号 他指出 该品牌食用油 是由州政府关联公司 Denta Wallsson公司的子公司 Denta Edible All有限公司 BIOS的所生产 但从2020年至2021年 该公司已累计亏损6738461令吉 餐厅改用一次性餐具 亚比国际机场缺水 磨约绿水厂展开维修工作 一直到本月26日下周三为止 导致亚比国际机场面对水工干扰问题 所有餐厅只能使用一次性餐具 以节省用水 马来西亚机场控公司 今日在推特发文表示 为了节省用水 亚比国际机场将会改用一次性晚碟 但是民众不必感到担忧 因为他们的用餐选择依然很多 食物也很美味 两天发生两宗狗咬人事件 妇女男童被咬伤 短短两天就发生两宗狗咬人事件 和谐人民祖屋及肝膀嘉楠 分别于昨日18日及今日发生狗咬人事件 一名妇女及男童遭咬伤 其中妇女的腿及臀部 更被野狗啃去一大片肉 伤势颇严重 加拉闽丁区州议员邱文正 今日发文告披露 一名妇女在今日清晨五十许 从家中独自步行至巴士战时 遭五只狗追咬 导致遍体鳞伤 性及时就医才没有生命危险 另一方面 亲善人民祖屋昨日18日 发生野狗追咬孩童事件 七岁男童跟随母亲返家途中 遭一条恶犬追咬 右边臀部被咬出四道血痕 最后 让我们关注冠病疫情新闻 沙巴昨日新增145宗确诊 沙巴昨天新增145宗 冠病确诊病例 全部患者都是无症状 与轻微症状第一和第二阶段 沙巴冠病事务发言人 拿督马希迪指出 昨天新例比昨天多12宗 呈阳率7.64% 也比前天高 他表示 亚比昨天新增58宗病例 比前天多27宗 占全州总数的40%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